大象的象 跟哥哥姐姐學國字 今天跟大家招大哥哥來學象這個字 大象的象 大象的象 那我們先來看象的古字怎麼寫 哇 就是畫出一隻大象耶 好可愛喔 是啊 這個象字呢 把大象的特徵都寫出來囉 有長長的鼻子 大大的耳朵 還有長長尖尖的牙齒 小蜜 你說得太好了 我們再來看看第二個象字怎麼寫 嗯 這個好像大象站了起來 可是大大的耳朵不見了 小蜜 你觀察得太仔細了 說得非常地好喔 那接下來我們看看大象的象字 會有什麼變化吧 嗯 還是有長長的鼻子 你再來觀察仔細一點 你是不是會發現大象的腳 還有尾巴都還在呢 對耶 那後來又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嗯 後來啊就變成了這個樣子 我們為了書寫方便 和寫起來比較好看 就變成了現在象這個字囉 喔 所以很多字為了寫起來方便又好看 都會從畫畫變成寫字 對吧 嗯 是的 沒有錯 喔 這樣好像也比較好喔 要不然如果把大象畫成了小狗 還不知道寫的到底是象還是寫狗咧 是啊 嗯 但是把大象畫成小狗 這樣子會不會差太多啦 蛤 會嗎 喔 小蜜 我是說如果 我是說如果